準備結尾 嗨大家好我是小想 今天呢我們來到的是 小巨蛋 要來看這場 世紀的拳賽 為什麼會有這場拳賽呢 起因就是 Toys跟他在TPA的老闆 發生了一些吵架的事件 反正就是中培生決定 要跟Toys來打一場拳賽 然後就約成了這次的拳賽 那後來又有了館長的加入 因為Toys當然要來打拳以後 他就找館長來當他的訓練的人 才去訓練第一場 他們就吵架了 有因為館長的加入 讓這個拳賽變得更有話題性 因為館長的話 就變成這個拳賽的顧問 今天身為館本的我 就要來看一下 這場世紀的拳賽 今天這個比賽總共有五組 除了Toys跟中北攝影外 還有小哥哥愛里還有孫生 對於這一組的話呢 我只有一個問題想問 就是酷炫會不會來 然後第三組是皮塔哥哥 跟這個饒舌歌手 然後其他兩組好像有一組 有一個女生 然後跟一個外國人 其他兩組我就沒有這麼熟 我們在開賽前的前一個禮拜 那時候買票 因為館長跟Toys都一直在直播中 錘票 所以在這個門票上的銷售 那時候我們在週末看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81200的位置都已經鎖起來了 所以都已經賣光了 我們買的是1600的票 就是相對比較貴一點點 可是在前面還有VVIP VIP那種票是 再更貴好像2000多塊錢的 今天呢 除了可以看五組的比賽外 還有很多表演 包含像是高爾瑄啊 樂天女孩 除了拳賽本身精彩的程度以外 花了1600或是1200的這個票 來看其他藝人的表演 我覺得也算是不錯的 拳擊比賽在台灣 其實算是行之有年 因為像是可能我們以前看的 這種日本摔角啊等等的 娛樂化的拳擊賽 在全世界也是很有名的 像比如說之前的 日本的天才拳手 那他天心跟 美國的不敗拳王 梅威瑟 他們也是公開的打一場拳賽嘛 然後再包含了 像比如說 美國的Jack Paul 這種娛樂化 然後讓拳擊比賽 能夠更受到關注 是一個蠻好的事情 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昨天 Toys又嘴了統神說 他去參加電競比賽 拉低了電競的這個水準 然後就看看 今天Toys會不會受到神的處罰 好我們就準備進場了 來看看 這場全賽到底是怎麼樣 今天的人非常多 要不要分析一下 人家也不能錄影 這場你怎麼看 這場你怎麼看 可以 這場你咋看啊 要來看小哥哥愛里達 五五拍啊 怎麼說 你不是也算是以本嗎 每天晚上準時在點名的就是你 我是不是應該買幾多塊錢 沒賣啊 沒賣啊 還有九百的 你可以希望再買一次 最好是 多的再加菜 買那不夠精彩 試腳 試必要 是說做宗培生打拳 好像已經打了很多年了 或者大概是練了半年 因為延誤的關係 他們說還有很多人沒有入場 所以就先下來買個飲料 目前我們剛才看現場的情況 大概八百的區域幾乎是坐滿 一千二一千五的 大概也是坐滿了八成左右 一直到兩千多的 就是在一樓的 就是下面的那層 才人比較少 但剛剛我在那個位置上 我是覺得八百跟一千二跟一千六的 票好像沒有差很多耶 這二樓基本上就只能從螢幕去看了 這場活動呢就已經結束了 然後我覺得真的還蠻好看的 對就是包含了小哥愛里跟孫生打 然後最後壓軸TOYS跟中尾聲 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 那前面幾組的話是專業的選手 就整個節奏控制得很快 就是過場啊跟拳擊賽休息的時間 就是都控制得很好 唯一一個點就是在拳擊比賽的時候 因為沒有轉播所以有一點乾 除了最後兩場就是孫生跟小哥愛里 還有TOYS跟中培聲的時候 比較熱絡以外 所以我覺得下次如果再辦的話 可以把轉播也加入到 現場買票的人可以挺 但是對第一次來看全賽 真的出乎我意料的還蠻好看 如果大家之後有影片可以看到這些內容的話 那希望下次很快可以再來看 感謝館長舉辦 今天我也是穿著館長的衣服來支持 指揮票價 如果你們關心比賽的話呢 第一場是PTA哥哥贏了 然後第二場是孫生贏了 第三場是中培聲贏了 因為前面兩場是專業的比賽 他們打的真的是蠻精神 而且女生的主啊真的是有打到劍血 而且是血流褲子的那種 非常厲害他堅持著打完 然後後面三組藝人的話 帝大哥哥感覺是蠻會打的 他的出拳是蠻有力的 然後孫生跟小哥哥愛里 完全就是一般的那種打架式的方法在打 最後是靠意志力的 但是後面的出場真的是越來越帥 他們真的都是把這個整個現場熱度做好做 然後表演也非常非常好看 包含了像是熱天女孩的舞蹈 波蘇瑤高爾瑄911 我個人是覺得五天晴有點多餘 而且五天晴還出來串場的樣子 但是911現場表演非常的炸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看拳擊賽嘛 真是出貨一點好看 也希望這種類型的運動可以多多摧廣 我自己覺得這次的方向非常非常正確 他是一半一半的 就是前面軟場是先用專業的選手服 然後後面是用高人氣的這些網 然後來打拳擊 很多人會覺得說 誰會要來買票看這種非專業 看這種業餘的人來打拳 但是我自己倒不這麼認為 因為他們真的是攪出了一場非常非常好看的表演 整體的現場的氣氛 到後半段真的是非常精彩 我覺得今天最大的優點 就像我剛開始講的 就是節奏非常非常快 表演完就打拳打拳完 就表演 中間這個過場是非常快的 而且主辦單位跟館長他們講的話 也不會到非常多時間 我覺得這個點很好 這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體驗 花了一千六 就算你花不到百塊 做到後面我覺得 整場的氣氛都還不錯 而且燈光效果跟做動畫那些的 非常讚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歡迎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可惜今天沒有辦法 把這些內容呈現給你們 如果之後你們有看到 這些影片試圖的話 真的要去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